中国的公民记者佐拉 现在住在花莲 6号上午她在火车站的时候 居然烧掉了自己中国大陆的护照 呼吁台湾人要出门投票 过去是中国大陆籍的公民记者佐拉 本名周树光 在2018年的时候取得中华民国的国籍 现在住在花莲 6号上午她在花莲火车站 烧掉了自己中国大陆的护照 她用行动呼吁台湾人要去投票 当场点燃红色护照 没多久时间整本护照都烧了起来 男子不顾高温 徒手拿着着火的护照 她是网路公民记者佐拉 6号大动作在花莲火车站前 烧掉自己的中国大陆护照 她说有原因 呼吁台湾人出门投票的佐拉 本名周树光 现年39岁 原本是中国大陆湖南人 除了是资深网路工程师 同时也经营个人新闻频道 过去多次以公民记者身份 在中国大陆各地进行采访 还被德国之声 誉为中国大陆公民记者第一人 和台湾的太太结婚后定居花莲 佐拉则是在2018年取得中华民国国籍 佐拉过去在中国大陆 常常挑战敏感新闻议题 加上曾经发表文章 讽刺网路审查制度 受到许多人关注 名字也一度成为中国大陆 政府封锁的搜寻关键词 以公民记者的身份 在中国大陆 针扁社会状况 遭受重重打击 让佐拉这个台湾女婿感触很深 选前到火车站前 烧掉大陆籍护照 希望借此催票 要台湾人把握珍贵的投票权 三宣旅言郭敏花莲报导